新聞主要關心的是 家綺市舊高創造歷史到現在用75年的歷史 家綺市舊調協佈在每年辦理到會館的作品店 今年竟是擴大電視規模 接著去作品在家綺市的報告電視當中 家綺市的舊高調查只有三點 第一是舊宅都是對家綺地區 客流當中所調的舊頭 其中有一點是化學 第二是以手工調查為主 比較大型的作品才屬於起黨 那才是電動工具 第三是藝術大部分都沒有接觸過 完全這麼多的機械混亂 保有個人的組合奉獄 也因為藝術不斷創造 也漸漸打向著投下舊高的名字 要變成家綺在地特色的文化 形成投下特色的新聞經關 家綺市舊調協會每年都會辦理到會館作品店 國內會館在生活當中的主意 來蓋出更多的創意 典顯得人創造的性格 希望這次和參觀者作人性的高擔 也好會館後上觀摩高流 今年擴大電子類中 對這陣子在家綺市的 泡布館三老藝術空間 基本上會館電力 作品經過多萬化 創意武漢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在當地來參觀 這會來了解 欣賞有一顆 沒有欣賞的客廠舊頭 變成是一件令人喜愛的作品 感受的絕對著最高的 是一道接含的情 西新新聞 中教民王先生 三港一期 彩虹伯德